众人一起快步返回正厅 不等落座 就有一身血污的披甲瑞士进入 说是郡城之内 多处出现如同陷入魔障的百姓 开始疯狂杀人 无论是亲朋好友 还是街坊邻居 都不能幸免 这些好似纯粹五夫走火入魔的郡城百姓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眼眶渗出鲜血 而且身形颇为矫健 极为棘手 已经有许多官府兵丁和捕快受伤 不但如此 郡城有数处地方 既有游人如知的石拱桥 也有辟金巷弄 几乎同时出现了星红光芒 方圆数十丈内草木枯黄 鱿鱼翻起杜白 整厅内气氛凝重 刘太守强子镇定 开始排兵步阵 除了派人火速前往城东门 通知马将军 小心那位黄老神仙之外 厅内众人 两人组成一队 联手去往各处古怪 以防不测 只要发现魔障百姓 或是腰头鹦鹉 可斩力绝 除此之外 郡守府内所有叙利 都要离开关底 通知城内百姓 马上返回家中 暂时不得出门 一经发现 一番夜禁律 从众处之 大人刀客徐远霞 和张山峰一路 一位纯粹武夫 一位道人 正好配合 崇庙道人和那位披甲武将一伙 在刘高新的竭力要求下 他追随陈平安 刘太守在大公无私 哪放心自己宝贝闺女去涉险 好在那位江湖武人义士 主动请应 协助陈平安去往赵府门口 刘太守这才千叮咛万嘱咐 要刘高新不许冲动 一切听从两位高人的吩咐 刘高新当然欢天喜地 满口答应下来 刘太守怕他不上心 又拉住他嘱咐了一番 少女就有些不耐烦了 突然身边那位不嫌老的老剑 先提了一嘴 刘小姐 不要让太守大人担心 刘高新愣了一下 转头望去 看到陈平安既不是生气恼火 也不是以老卖老 就像是简简单单 要他把当下这件事情 做得更好一些 刘高新虽然不明就里 还是耐着性子跟父亲告别 保证自己不会意气用事 刘太守这才略微放心 最后向陈平安和那位五人 抱拳致谢 诚恳地说 小女就有劳两位侠士 多加照顾了 两人还礼 三人火速去往距离官邸 只隔了两条街的赵府 那位姓斗的五人 抬头看了眼天色 摇了头 感慨道 山上神仙也好 妖魔也罢 钩子里 其实从来不把人命当回事 不该如此 陈平安不知如何做的 只好沉默不言 三人到了赵府门外 已经有眼眶渗出血的魔障男女 往外冲杀 张牙舞爪奔跑急速 外边刀客和弓箭手 多是骏成捕快和官府衙役 平日子最多的是和那江阳大盗 和小毛贼打交道 哪见识过这番画面 大多是脸色雪白 弓箭的准头不堪入目 而那些魔障了的赵府 家丁闭女 哪怕身中箭矢 依然能够继续向前 陈平安亲眼看到 一位满脸鲜血的少年 被一只势大力尘的箭矢 在二十步距离内射中胸口 整个人都被巨大的贯穿力 带飞出去 吼阳倒地后 一个挣扎就站起身 胸口还插着大半只箭矢 一边熬血 一边继续向前冲来 弓手和捕快刀客 粗猎阵型几乎是被一冲击溃 只得与那些汉不畏死的魔障 近身肉搏 若非陈平安三人刚好赶到 源源不断涌出的赵府人士 恐怕就要流窜各地 形成一股类似黄群的灾祸 陈平安不知魔障 是否有化解之法 更多的还是以拳脚 将那些赵府魔障 打飞回大门附近 刘高新灵凳大阵 金花朵朵飘散四方 这些魔障 只要被金色花朵沾边 就会浑身溃烂 变成一滩鲜血浓水 腥臭冲天 姓豆的刀客抽刀出窍后 刀身绽放出刺眼的雪白光芒 每一刀下去 就直接将魔障男女老幼 一刀劈成两半 这位武人的刀法极其不足 分明已经到了 反普归真的宗师境界 直接了当 招式直来直往 毫不拖泥带水 但是比起大人刀客 徐远霞的刀法 此人出刀 少了沙场粗利气息 多了几分出身入化的气象 极有可能是一位四敬五夫 往上走的武道宗师 由此可见 在官邸正厅那边 不显山不露水 更多还是江湖上所谓的 真人不露像 刘高新挡住一波赵府魔杖后 发现自己周围 是满地鲜血和残肢断骸 他突然蹲下身 呕吐起来 赵府内 红光一闪 散发出浓重的阴郁气息 陈平安眼见着赵府门口 暂时没危险 脚尖一点 身轻如燕 迅速掠过高墙 直奔红光的骑士之地 寻着那抹红光的蛛丝马迹 陈平安来到一座雅境庭院 有三层高的私家藏书楼 有一位白衣公子哥 坐在楼外台阶上 姿势慵懒 手肘抵在一把手上 一手脱腮帮 一手彭古书打着哈欠 俊逸非凡的公子哥 斜眼陈平安 微笑道 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这位公子气欲不凡 是山上修道的仙师 还是行走江湖的宗师子弟呀 坐直身体 照抚公子哥伸手 沾了沾口水 轻轻地翻过一叶书籍 顿时书叶之间又有星红光亮一闪而过 红光汇聚成一条粗绳 像一条蟒蛇在空中扭曲飘摇 在院子高墙那边略做盘缓 就要冲入府邸某地 试图依附在府上众人身上 陈平安一拍腰间仰剑胡 那条星红蛇蟒被一斩而断 白衣公子哥一条眉毛 又喝 还是位小剑仙 了不起呀 了不起 听说下午镜的剑修杀力巨大 但是很容易体力不济 一口剑气一吐 光彩耀目 但是很容易就没了下文 就是不知道 你是不是更厉害一些呀 白衣公子哥一手持书 一手哗啦啦将一本古书 从头翻到尾 数十条粗如拇指的星红小蛇 从书楼这边冲天而起 就要往四面八方散去 但是白衣公子哥 却看到那个 腰挂珠红酒葫芦的少年郎 竟然还有心情摘下酒葫 灌了口酒 不等这位赵府贵公子 讥笑出声 他便笑不出来了 因为天空中那些 名为赤练的小红蛇 刹那之间 就被一抹纵横交错的白红 悉数切割殆尽 然后他眉心一凉 默然瞪大眼睛 仿佛白日见鬼一般死不明目 原来被飞剑从眉心刺透了 头颅不说 还被渗入体魄神魂的那缕剑气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瞬间剿碎了所有生机 陈平安别好酒葫芦的时候 初一和十五两把飞剑 悠悠返回仰剑湖中 院墙那边 姓斗的刀客站在墙头上 看到这一幕后 朝陈平安抱拳行礼 陈平安心思一动 对他说道 跟刘高欣说一声 我要马上去一趟土地庙 去去就回 刀客爽朗笑道 此地已经没有大碍 小猫小狗三两只罢了 陈贤师只管放心去 陈平安有些无奈 本想着速战速决 不曾想还是被人 撞破自己飞剑杀敌的一幕 他对那名江湖豪侠 点头之后脚尖一点 身影很快消失不见